本周是台湾的最重要的总统选举的黄金周 那这个礼拜这么重要的选举 大家认为说可能指数没什么行情 没有什么行情没有关系啊 这个礼拜还有美国的CES展 对 还有呢 今天晚上的美国股市超级重要 超级重要 牵涉到有没有圆月效应 那这些分析都在曲里面老师的台股新攻略 再讲一遍哦 黄金周 布局周 美股为什么今天晚上最重要 行情怎么看 都在曲老师的台股新攻略 台股新攻略带您掌握全世界 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亨达投顾曲里面老师 感谢你每天準时的收看 这次总统大选啊 这次总统大选啊 我稍微看一下 虽然我对这个政治啊 我们当分析师的 基本上也没什么政治立场 但是要去分析这个啦 因为震惊震惊啊 政治跟经济啊 就是一起的哦 那今年呢 不是只有台湾选举而已 今年大概有将近六十个国家选举 现在大概将近有六十个国家选举 那 这个 这些六十 这样讲好像有点笼统 占全世界百分之六十的GDP 还有占全世界股市市值的百分之八十 还有全世界百分之四十的人 要大选 所以今年很热闹啊 今年很热闹啊 那大选年呢 对于美国 我们最重要大选年就是台湾跟美国 我们在台湾有什么了不起 这是我们的角度来看啊 那选举完了之后 你还是要回归美国股市 但如果我们选举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啊 一大堆的啊 然后呢 选股的内容啊 两岸啊 中共的态度等等之类的 我们都要考量在内嘛 所以会不会影响我们 当然影响我们很严重 所以就没有行情嘛 可是如果以美国股市来看的话 今年第一个重要的时间点 就是今天晚上 就是今天晚上嘛 就是今天晚上嘛 那所以这个 这个 不会是空头 两岸也不会有什么危机啦 还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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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没有那么快啦 但是我们要有心理准备 什么股票容易上涨 那最好是 如果这样讲喔 美国如果 今天晚上 表现不好 今天晚上 美国只能大涨喔 只能大涨喔 这个标普一定要涨个1.5% 1.6% 甚至将近2%才有用喔 这等一下我会讲喔 但是如果 今天晚上没有大涨 对不对 那就原液效应的机会就降低了 那原液效应的机会降低 那涨什么就很重要啊 在不是空头的大前提之下 涨什么就很重要 我两个概念你看 先先讲这个 跟我按赞跟分享喔 那 加入我们的LINE 加入我们的LINE 加入我们的LINE吧 因为这个关键时间 尤其海运类股啊 生机类股 都面临到 蛮重要的时刻 那今天这个礼拜 因为今天8号 每天9号 10号礼拜三 礼拜三会有CES展 他在9号的 就是9号的凌晨啦 我们算 9号的美股盘后啦 那我们的凌晨 就是我们10号的凌晨1点开始 早上礼拜三的凌晨喔 就是你还在睡觉的时候 他就开展了 到礼拜五 到礼拜五 那这个都已经讲过了 那欢迎投资来填表 来改变你的投资 会员你体验喔 那体验一下 按照这个 按照这个 其实这礼拜 说实在的 你现在都只能布局啦 也不能说今天有打涨 就有打好 对不对 这一大早 那个财经台都大喊在AIPC 结果呢 你看那个那个 这个红肌你看 涨6%到 涨到平盘的附近 好 你把资料填写详细一点 填写详细一点 会员影音 那你填完之后 我们会员 服务成员会协助你 开通你的前线 好 那这一拜我们 开始在过年之前 我们就推出这个 好运 今年农年嘛 我属农的啦 今年农年 好运 都中来 来参加我刚刚好啊 因为大家都有钱嘛 会从113年3月起算 就是你越早参加 越有利啦 这是我们推出的方案 那这礼拜 有点小闷 可是这礼拜的闷里面 却很有趣 好 我们来看 道琼啊 也停在这里了嘛 道琼开年来 美股开年来 道琼算位阶高的啦 他也没什么大别啦 我们看一下 那斯达克跌这么重 所以 我们说实在 今天美股要好 并不容易 当然 我们会说是以标普 标准普尔做标准 比如说普尔 因为跟道琼也有部分的联动嘛 非电子 所以今天晚上 好 他说我们要来做第一个 我们来看 今天 我们往前推五日 一二三四 因为五是这个嘛 这个是一二三 今天是礼拜一嘛 因为一月一二是全世界修市嘛 所以一二三四 今天晚上的美股啊 必须把这个缺口回补 你想说这里 今天晚上必须直接涨到这里 第一个 如果圆月效应是以 纳斯达克来 来做标准的话 圆月效应很困难 很困难 其实我现在投资片 我们要静下心来 不管这星期有行情 无行情 反正要大戏也不可能 要大路也不可能 今天一大早涨了一百六 一百七十点 后来只有涨五十几点 为什么 美股你要让他 台股你要四手红盘 这四手黑盘不是 那一天是小红棒 已经五手黑盘了 台股四手黑盘了 四手黑盘很难啊 很难 很难 这个会有好的下场的 这样懂意思吗 四手黑盘 你看这样跌都没有四手黑盘了 这里出现四手黑盘 对不对 所以这个 这个难度很高 我觉得今天晚上 好 那我们来做一个 你不知道能不能听懂我的推论 如果以 以纳斯达克来推论 美股 好 来来来 我们现在看备判 元月前五日的上涨 五个交易日的上涨 如果是上涨的话 元月效应的几率有八成 通常啊 我们 我们 咖喀利滴 你在 不能说赌博 就赌博也没关系啊 你一直赌一个几率嘛 对不对 就好像打几手 这个打几手 打几手他有 他上场 几球 安打的几率超过五成 另外一个打几手啊 安打的几率只有一成 五成 五成跟一成 刚好就是八 就是八十二十嘛 五成的几率跟一成 那这两个人 现在在板凳那边休息 可能里面在场 有打几手 选手受伤了 这两个要上去代打 请问你是教练 会想那个 找那个打几 这个百分之五成啊 打几率五成的 上去打 还是打几率一成的 我看不所有的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 教练都会找那个五成的嘛 这样同意思吧 合理吧 这几率的问题啊 那如果元月前五日上涨啊 元月效应的几率就高达八成 好 那元月效应的话呢 当年股市上涨的几率 八成到九成 所以元月份的前五天 是不是相当重要 元月份一年的第一个月很重要 因为第一个月涨的话呢 当年是多头的几率超过八成 那你看那一月份到底会不会收高呢 对不对 前五个交易日如果是涨的话 一月份收高的几率 八成以上 八成以上 那所以呢我们往前推 这两个是一天不算 因为上个礼拜只有四个交易日嘛 因为一月一号全世界都在修饰 一月一号全世界都在修饰 元旦嘛 新年嘛 所以是从一月二号开始 所以上个礼拜的交易日只有四天 所以你要把这个 所以元月份到目前为止 对于美股来讲只有四天 排股是第五天 一二三四 就这个十字线 就需要看到这个十字线 所以你要涨到 涨这个其实还好啦 今天涨个一 我算过大概1.7%左右 就能够化解这个危机 一定要突破这里 大涨 不一定 不止 涨到这里 因为以收盘价为做标准 所以必须涨2%以上 所以今天呢 今天对于多头来讲 只有这几个只能大涨 好我们现在要开始往上看喔 对于肺半来讲很拼 因为上个礼拜肺半跌了7% 6%多7%多 他一天要涨6-7%很难 所以这一个 但是因为肺半不是大家在看的吗 华尔街看都看两个啦 一个标普啊 一个什么 一个那个纳斯达克啦 那纳斯达克呢 也很辛苦 因为这个要涨一旦回来 可能没那么容易 除非今天晚上大涨 那这个没有办法大涨 可能今天晚上要涨4% 他也没有办法 3%4%也没有办法 对 那如果今天晚上美股是涨了 可是说这个多头 我还想要奋力一搏 不过喔 因为今天雅股不好啦 恒生科技指数跌了3-4%呢 3.4%呢 把这一年多来的低点又跌破了 那雅股也不好 那日本股市修饰 那韩股也跌 那现在盘工的美股也跌 所以看来今天这个 元月要有元月效应的机率 已经大幅下降了 那元月效应的机率 大幅下降的话 那同学怎么样 怎么办 那就是比较震荡 不会有什么行情 所以如果是这样 今天晚上过的时候 可能有元月效应的机率 大幅下降 那这个礼拜我们的总统选举 对不对 因为现在朝野两党民调很接近啊 这也是历年很早见的 现在都民调接近到这个程度 对不对 为什么意外万一都不知道 有一年也是很接近的 结果319枪击案 所以我们不要去管它 但是美国股市如果今天晚上没有元月效应的话 那事情就大调了 再加上我们的总统选举 所以会很混乱 会有一个不安的情绪在这个礼拜 所以呢 你这个礼拜如果 除了美国股市大涨科技股像戴尔 老师你讲戴尔干嘛 戴尔跟AIPC有关系吗 如果没有的话 那美股就住 因为我们 这个台海啊 必须是全世界的焦点 其实我们看那个 我刚才跟大家讲那个数据有没有 其实就是今年有五六十个国家 对不对 要选举 要选举 可是全世界观察的就是一个台湾的选举 跟美国的选举 一个在年初 一个在年底 所以要注意哦 如果这个礼拜没有办法再让科技股大涨 这个礼拜有一个中央CES站嘛 大家都在讲嘛 如果CES站过后的话 苹果还是那个 那个样子 对不对 灰打也不怎么样 哦 你要么就做航运 要么就航运 这个生技股 不然你要做什么 那赶快再去找美国股市相关的股票 科技股 在动的股票 所以我今天下个标语 标普今天只能大涨 对 所有的黄金周是选举的黄金周啦 每年指数 哎 我有社会反弹嘛 那流上影线 所以美股就小涨了 他如果流的是黑 是是是是是这个黑棒 红棒 大红棒的话美股一定跌了嘛 那现在大家认为说哦 你那个非农聚业数据太好 哎 三月份就要降息几率降低 那美股就跌了 好 苹果 苹果 才过去四个交易日啊 被两 被 两家降频 还有一个 美国的法院 对他提起 这个反垄断的诉讼 那八个来第一 元月一二号的第一天 就给他降到这个目标 在这边 他现在在这边 哦 这很远哦 就往这边推是今年 去年五六月份的位置哦 五六月份的位置哦 所以你看这个 这个是这样子 这是跳空 而且跳空三个三四个交易日 没有办法回补 这个技术面是不好的哦 懂我意思吗 跳空三四天没有回补 我拿 这是苹果 Apple嘛 我把它放大给你看 这里跳空 一二三 所以也是今天晚上必须大涨 大涨到什么情况 你一下子要 要涨个四趴五趴 没有那么容易啊 懂我意思吗 你必须回补这个缺口 所以你我们有缺口理论啊 你隔三五天之后 没有办法回补缺口 然后目前看来回补几率低的 他说 我不知道你懂不懂哦 不是我们自己在看技术面而已 老外也在看技术面啊 老外也有这个 圆月效应的分析 前五天也不是我讲的 是从美国交易员 那个年限里面找出来的 大家都在看这个统计数字啊 不是我手机才自己发明啊 我也没有那个多时间也没有那么厉害去统计这个东西啊 我跟你讲的那个东西有没有 都是全世界统计出来的 华尔街统计出来的 所以今天晚上你以多头的角度来到多头只能打 一空的角度来呢 你就乱跌又怎么样 因为金利亚一个美国总统大选啊 所以你要让它大跌不容易 所以只能整理 所以当在整理的时候 如果CES展有没有 又没有办法让电子股 这个大涨上 或者说苹果 苹果有S展啊 那重头戏头盔嘛 所以就宏达店今天财报不错而已 就工长停了啊 就这个因素啊 但是如果 西叶展那苹果还是这个鸟样子呢 那怎么办 那就是大家要想一下嘛 好那苹果是这样子 好那我们再来看哦 美超围在这里啊 也没有什么 这个AI嘛 所以AI就是这个 现在AI都是在整理而已啦 我想是怎样 AI三雄啊 好那再来看一下 这个电脑 大耳电脑 都是问我 我讲给你听哦 这里有一个缺口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 这是为什么要做这个 大耳上去年一整年涨幅也蛮大 这些缺口都是基本面 公布财报好的时候跳上去的 这个公布啊 上一期的财报 你看这刚好三个月嘛 公布财报是跳空下来的 因为这里大好 跳空上去财报 这里啊 却宣布说 我们的业绩好像不如意其 所以下来 下来整理之后有没有 然后又再涨上 涨上去这一段 为什么涨上去这一段 因为戴尔就正式宣布跟 跟那个英特尔 一起合作做 AIPC 就明年的电脑 就有AI的功能了 那英特尔的里面的晶片 AIPC直接跟 对不起 戴尔 戴尔是全世界最大的电脑 它的全名叫做戴尔电脑 那戴尔就跟全世界 跟英特尔一样 就都同时宣布说 他们要 今年要装工这一块 去年年底奖的电脑 所以它就涨上来了 所以它涨这一段 跟这个历史高铁在这里 它过历史高铁的原因 就是AIPC 就这个AIPC 然后呢 就跟我们 我们的 这个鸿基 华硕有关 涨了一波 他们现在拉回了 涨到蓝天 蓝天一百年都没有叮咚 所以真的不好做 没有几个人会去买蓝天的 懂我意思吗 所以西医展的利多 到底怎么样 如果是有利于AIPC的话 西医展之后 它要飙上去 那我们就要考虑了 AIPC要继续做 那CES展 有没有 还有苹果要观察 这两个才是重点 那同时 所以这礼拜 你说它闷嘛 一定闷 因为我们的总统大选 那你说美国 电子股有没有利多 有 那如果CES展 也没有办法让电子 或者带来这些电脑大涨的话 那你就要小心了 同时朋友 我 全台湾的老师 没人跟你讲 这个东西的关联性 这样同意什么 你跟他 但我讲的东西绝对 全世界都在观察 重点 对 洪基拉回找买点 对 那个 蓝天拉回找买点 人保拉回找买点 你要他答应 我那时候跟大家讲说 这个有没有 就不怎么样 所以你看那个广大尾创 我就不要再打了吧 也不怎么样 因为我们早就上头套牢很深了 洪基嘛 就这样 我们慢半拍嘛 我们慢半拍嘛 你往前二四六七 他在七天前 七个交易日之前 就创新高 事实上从十几个交易日前 就创新高了 那回到我们的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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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这里才开始大找的 所以 所以你把十几个交易日 人家创新高做 他可以过了这条线 你就可以去追他 你不见得买在这里 可是你可以 赚这一个 可是他已经 他也没有大跌啊 但是整理而已啊 他就先下来了 啊去位阶来讲 他也过了二十几年 高点也不委屈他了 他毛利只有10% 人保毛利只有5% 说实在 你会躺多钱 不是很相信 风水轮流转 去年大家还没有想过说 AI伺服器那三个股票 涨这样子 今年年初啊 你也没有想到 去年年底 今年年初 你没有想到 红继也跟人家标这样子 但事情都会过了 就要看 有没有续航力了 续航力就要找标的出来 对照看啊 是不是 美国最强的是这个 因为我必要讲到 他之前有拉回 原来是被 被放空下来的 可是不对啊 对不对 他又开始大涨了 哦 我一查 原来因为他他涨很多 而基本面 他的基本面是跳升的 这张国在美国不是 所以他一面 因为基本面好 涨了 你看从两块多 涨到二十几块 你看看十几倍 所以拉回 拉回的过程当 原来是被放空的 现在空单越来越多 基本面公布还是很好 属于那种转亏为盈的 大幅成长的 又跟微软合作的 所以他变成美国股市的 嘎空指标 这个如果真的过高点的话 我们西光泽 这场是波 比方说西光泽 基本面是跳升的 那这个是美国 美国那个 AI智慧医疗 有没有 他 美国智慧医疗 你看 他这样子也是 所以都是 美国大股票不太动 现在小股票都涨得很凶 短短这个才几个交易日 实际上涨了一点四倍了 好 那我们再讲航运股了 航运股今天这样子 到底结束了 还是要继续涨了 好 我们没关系 股市多头 格局也不会天天涨啊 我这个海运股市长线多头 中长线多头 他也不可能天天涨啊 好 我们用一档股票 大家都不知道 用一档股票来证明给你看 这档股票叫做ZIM 代号叫ZIM 没关系 ZIM.US是美国 投资本本把你的谷歌 或者Yahoo打开来 你打ZIM.US 他就跟你讲 这个是以色列的航商 他总部是在以色列哦 那在美国挂牌 他应该排名全世界前十名有 他本身有货柜轮跟散砖轮 对不对 那今年以来从这里啊 到礼拜五那一天 都还在涨 他是四手红旁才刚开始 请问 都没有 请问 海运股结束了吗 连以色列啊 他的总部在以色列啊 都必须绕道 对他来讲应该是利空啊 但是因为绕道之后 运价大涨他变利多啊 他上个礼拜五 有没有看到这还涨7.6% 7.2% 他是货柜 他不算大型货柜啦 中等的啦 所以也有散装的成分在 大概全世界排名 大概前十名 好 他长这样子 这两个叫ZIM 请问散装结束吗 货柜结束了吗 当然没有啊 来赶快来看一下 马世纪啊 8个月新高 马世纪宣布啊 无限期啊 所有的航船都要绕到 好望角了 那欧洲急运指数 这是我来的时候 我来的时候 他大概跌3.7% 但他这一段涨了1.5倍 现在跌了3.7% 我认为还好啦 涨多了总会拉回嘛 行情没有 一直被浪天 没有啊 你涨多拉回 涨多 所以你有买 涨多卖一次 拉回再买 对不对 再涨上去 对不对 再涨多再卖一次 他再拉回 他再拉回 对不对 你就再买 然后再过高 对不对 过高 差不多了 对啊 赚个两成也没关系 一成也没关系 就先卖一趟 等到拉回去 一路这样做 那你所知道一路上呢 这个会告诉你啊 有没有 VDI指数会告诉你啊 这也会告诉你啊 对吧 这些都会告诉你啊 只要他没有下来 没有做头的现象 对于我们台北股市的航运类股 我是非常 我是认为货柜人要休息啦 散装文啊 开始标了啦 你这样 油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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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自己拆的 一点点小经验 法则 那看看这些做底子 这底子 还有这个 说不定明天他又飙上去 涨多了拉回啊 这涨多了拉回 整理一下啊 因为运价 运价这确定的大涨的时间也是1月15号过后啦 因为所有的运价那个 那大行商都在1月15号 开始全力调高运价 所以这几天拉回合不合理 合理嘛 还要算计啊 那是什么意思啊 台股是四手黑盘 所以四手黑盘啊 基本的道理就是 第三支跟第四支 有没有 但是幅度比较小 所以你衍生到第二支的中点站 中间的中 有没有 最高就只能反弹到这里 所以今天差一点 差的10点就到这里了 就下来了 四手黑盘 那台积电呢 台积电今天涨嘛 你看就知道嘛 小涨啊 所以长龙就这样 台积电上长龙就下了嘛 那对不 幅度不大 可是我们当初从这里跟大家讲 你只要 就算你死报 活报 包括今天你赚9成 85乘以2 170 他还没有170 最高165 所以最多9成 最多9成 那这个台积电 我们这台积电这上面日期 因为很小 6月28号在这个位置 不过旁边你看得到嘛 150几 所以这位置 除期之前 那除期之后就开始飙了嘛 那阳明我多头 今天这个多头才好开始 你全世界的这种运价 这个也是为什么 就美国股市涨不太上去 因为还有地缘政治的危机啦 所以上半年整理居多 整理过程当时就轮到这种再飙啦 不然你CS啊 让科技股再标一波给我看嘛 那时候再来转线啊 这个现在都在获利当中啊 真的 我认为本周是最后上车的机会啦 那刚刚已经跟大家讲说 美国在涨这个 美国在涨这个啦 不要涨 那是达克 那我们一样 美食 留十字线 你他今天收牌还在282嘛 282嘛 所以那上次是264嘛 282嘛 那为什么 因为今天科技股有涨嘛 所以他就不怎么样 但是今天也没有跌 都在平盘附近 所以今天的盘很好解 就在跟大家讲这个 但是你也赚不到什么钱 所以今天 这个一半都是布局的 生计海运 就是我们最看好的 科技股 就选择美国股市 嘎空的西光子那些 风低再来布局 这就是我们的看法 好 我的看法都有东西拿给你看 都有国外股市的内容拿给你看 你一定要聊 大概没有人会跟你讲这些东西的啦 没有人会跟你讲这个啦 像这些 像什么这个东西 有没有 有没有 这个美国AI智能 还有应用光电 有没有 带来电脑 还有这个大概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张股票 这张股票 现在变得很重要 他涨很多 美国华尔街开始在 也是什么都答他出来讨论了 因为这个 他的涨跌有关 因为他是以色列航商啊 那个中东世界去针对他们啊 对不对 他还是要出 原来他 他之前跌的多惨啊 他应该运价涨了啊 他是以色列的航商 所以华尔街 现在很热门在讨论他 把他当做啊 海运股 会不会继续长得标的啦 那啥意思 懂我 如果他们可以通行 那股 他的股价就拉回了嘛 他自己都认了 一定绕到 绕到 这大概就这样子啦 好啦 就这样子啦 记一下代码 记一下代码 我在讲一遍 华尔街现在一直在讨论他 把他当做啊 不管是货贵的或散钻 因为他本身有货贵跟散钻 所以最近VCI开始飙了 VCI海峡行开始飙了 注意到 华尔街都在讲他 大家都会看一个指标嘛 最近华尔街出现那个 嘎空指标 大部分都是在生计股跟细光子 这一类族群 小型股 基本面突然间翻转 可是涨一段的时候 空单大增嘛 在嘎空股 觉得在嘎尔街 会有嘎空股 好 会期从113年3月起算 欢迎投资朋友来填表 我们这礼拜二 明天就会推出新的 会员影音个股 你这个礼拜布 你下个礼拜 我不敢说这礼拜马上涨 但你下个礼拜确实有用的 好 那交易区老师 就点老师的line 扫描一下就有了 扫描一下就有了 那最后还是告诉大家 公司年终回馈 好运都终来 天天都无奇 台股新攻略 祝你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所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正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观众朋友请勿看节目更单操作 应独立判断审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好 好